大部分的人會喜歡低頭用眼 甚至是長時間在打電腦的時候 聳肩 或是以前方過度緊繃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要讓我們的胸口 和脖子的地方放鬆 所以我們可以掌心朝前 然後盡量 盡量讓我們的胸口盡量往後延伸 脖子往後延伸 對 就會把胸口打開就對了 胸口打開 對 然後放輕鬆 眼睛的養分必須從內臟往上 送到頭面部 但中間胸口 脖子都是一個關卡 當它長時間緊繃壓迫的時候 氣血沒辦法順暢地送到眼睛 所以當我們只要把胸口這邊鬆開的話 它的眼睛肝炎症的問題就緩解掉了 第二個動作 我們先兩腳張開與肩同寬 腳心就是我們的泳拳穴的部分 正中間的部分 像是踩油門一樣 微微含住之後往前頂 讓我們的小腿膝蓋後方 這個地方要盡量貼緊地面 上半身的部分 讓我們脊椎稍微坐直 再往斜前方躺下來之後 上半身放輕鬆 頭頂往斜45度方向延伸 也就是讓我們的整條背後 往上延伸過去 督脈甚至是兩側肌肉緊繃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眼睛盡量放鬆 我覺得健身好像有點困難 對 你怎麼回事 我發現我 它衣服的鈕扣都崩開了 沒有 那是因為我有胸肌好嗎 對 我記得我以前可以 以前十年前了吧 你家的醫師像在做運動 你像在做復健 你知道嗎 到底 到底 你看 林醫師馬上秀一下 不行 我一定要拚 你還是不要好了 待會兒我們要幫你上醫院 朋友朋友 今天教了大家很多方法 好的飲食 然後再加上眨眼運動 還有平常的這些 沒想到伸展運動 居然對我們的眼睛有幫助 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膀胱筋等等 而且眼睛的韌毒二脈 記得用這一些方法幫它打通 不只是顧好眼睛 還顧好腦部跟心血管 健康熱點鈴 下次見囉 Bye Bye